那是没有人能够改 而且也没有人能够去造假的 这点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就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呢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落地的时候 在我们 为什么我今天选择这个话题 有可能在海外 因为中国这些 我跟着大家说 其实在菲律宾 有一万个亿是福建人在做这个博彩 他们基本上都在往博彩和这个上面转 基本上我跟着就很快了 大家 刚才那个嘉宾说的 很快了 这个是加拿的政策 税收 最后我讲一下 这个我就结束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对这个区块链基础产业 我不讲应用 应用在这可信 实体经济的可信资产上面 有很多应用 车有人做什么 成为姓说一个打车链 就一下子就缺了一堆的钱 什么都还没有 我跟大家说 你做一个Uber链也行 所以现在还是概念的时代 但因为现在 而且说有人问这个预测这个币圈 我觉得春节前 我们大家都有个共识 就是过了春节 抵的不能抵了 因为很多区块链产业公司 要发工资回家过年 这个是最难的时候 很多项目都死掉 我们就有很多项目 很难 产业链的三角关系 还是以交易所为一角 未来的交易所 对 未来的交易所还是一样 因为是有七千家交易所 但谁能活下来并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知道 未来没有国家背书的交易所的形式 市场会是怎么样 可能一个人就是一个交易所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以前总是觉得 要去一个地方很难 可是今天我们开个车 这个几分钟一个人都可以 到几百公里之外 不需要有人拉车 这样子 另外一点就是算力 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算力 未来的去中心化的东西 是支撑不起来的 而未来的算力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你要用一个手机很容易 可是你不知道 你这个手机 事实上是放在阿里云上 还是在那个腾讯 或者是在亚马逊的云上 或者在IBM的云上 而这个云是IT的infrastructure 未来可信世界的infrastructure 是谁来控制的 就是有那些矿机 你说我手机就是开矿 你说我可能在这里面 有一千个人 我陌生人 我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在确认他们的账本 因为用我这台手机的算力 我贡献出去 我获利了 这样子的模式 而这个贡献算力 集中的过程是谁 是由矿池来决定的 所以矿池成绩 是未来的制高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特大陆 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在矿业 你们千万别小看 它是未来支撑 这个可信世界的基础产业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都在开车 实际上不是 是那些电动啊 油气啊 那些引擎那些东西 在里面 它可能是来自另外一个产业 另外一点 第三角关系 就是还是我们最大 航大的这个各行各业 万物 万业上链吧 我当时人家讲 我是万币猴 我不是有一万个比特异 我是要造一万种币 每一种行业 都是一个币 就是这样子 一定是可以做不到 因为你不用担心 金融机 它会把它归零的呀 会把它那个 裂币 或者不存在的 会慢慢去掉了 这个金融机程序 很容易做得到 大家也不用担心 币太多 一万种 五十万都可以 一人一个币都可以 金融机有足够的算力 去支撑它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有什么 那个question可以问 谢谢 谢谢我们的这个 大卡 应该算是专家了 今天 我呢 算是坐飞机 大家来看 有没有提问 就两个问题 提两个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 对 不好意思 我说的 有时候我说多了一些 因为我们这个俱乐部呢 以后就会有这样的 这个提议给大家做 分享 你们所有遇到的问题 我都遇到过 我亲身亲力 What's your question OK What's your point of view on identification of blockchain identification of blockchain 把身份放在主卡链上 OK That's a good question 在2016年的时候 在brotchen产生的时候 在mainstream in the North American financial institute most of the invention the pattern is in identification area 就是说呢 在2016年的时候 所有的金融机构 Morgan Stanley JP Morgan 或者什么之后 进来 进来做的 他做的是身份认证 这是个challenge This is a challenge 就是说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很好的 去中心化的身份认证 但是有 写上大家没敢用 就是暗网里面 我们里面有一个darknet There's a darknet 叫tour onion network onion network is the way where you can hide your identity You have unlimited identity an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hat's the pure decentralization ID 但是人们现在在追求 一种形式 就是说 完全中心化的 ID的管理 和完全去中心化的 ID的管理 中间寻求 一个balance 那未来我们有可能 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或者在大家形成 共识的基础上 去认可一个身份 其实我们现在 人都做不到 人都做不到 我认为 这是一个 forever 这是一个challenge 人们总是在寻求balance 总是在供与防 就像我们讲 安全性一样 其实 有计算机系统以来 安 security is a big concern 跟ID是一样的 Java一直 做了二十几年 它就是在security上面 解决得很好 所以在Java 在很多金融机构里面 很好的应用 所以 这个问 这个是一个 good question 这个是 ID永远是在这个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像比特币 它就是任何人 都可以拿ID 那你就可以去hide 你的ID 那要金融落地的时候 你们要做区块应用的 比如你到银行的时候 它一定需要你有一个ID来绑定 我们今天回到中国 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号 你必须要实名制 你到哪里 实名制 实名制是中国 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必杀技 没有什么东西 你通过实名制 在中国不能解决的 因为这是一样的道理 在区块链里面 未来确认实名 这是一个大的冲突 我跟你讲 所以他问了一个 很好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有很多ID的项目来找我 我说目前为止 我们了解得到的情况是 你任何一个项目 都有一个ID的问题 但是你专门拿这个来做 这个长远来说 你不一定能落地挣钱 所以我也不偷 你要我做 技术我也都懂 我都给你做 这是很好的question second question 您刚才讲了 多罗多它的优势 我的问题是 关于区块链方面 我们在加拿大和中国相比 那加拿大比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因为据我自己的了解 我是搞物联网应用的 实际上我到加拿大来 我发现比如一般的RFID 这里应用的就比国内的差距 其实挺大的 我明白你说的 这个是一个误区 我能够了解得到的 现在目前为止 cutting edge的technology 在北美之间和中国 中国差50年以上 我毫不客气地跟大家说 所以才有很多院士 什么乌院或者什么底层技术 就像现在在做芯片一样 你说华为都牛 我也不知道 你真正去做芯片的人 就会跟你说 华为的芯片比我们可能差50年 差50年 不止 你可能哪怕你现在在做什么5G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就做芯片而言 但是我们做数据库而言 db2 中国要做出db2 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50年 我的儿子就在中国 不一定能够做出一个 超越db2的产品出来 我跟你讲的差距在这 区块链的技术也是一样 你看到所有的密码学 中国人们只讲 EOS草币 上来就是EOS草币 但是EOS谁做的呀 你想一想 以太坊草币谁做的 对不对 比特币草币谁做的呀 对不对 你真正要去做一个 那个比每一个人做得出来 我告诉你 最终哪怕你在币圈里面 被护邀的东西 最终 所以我们看技术圈的人 很多情况是这样 实际上的根源是在照 我们的人是什么 就像 就是你的孩子 19岁的孩子 你的Waterloo大一 你就能够做出一个 这个Ethereum出来 在中国永远没有 他永远想到 这是永远来钱快 因为就像一个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训那个动物一样 你明白吧 所以我们没有贬低的意思 我没有贬低的意思 意思是说 在中国 他因为他的Economy的追问 他是想着是做应用 他在想的都是 哎呦 我这个 这个中国新四大发明已经全世界第一了 可是你想想这个支付宝 我们这里不能做嘛 对不对 我能做 只是我没有这样的应用场景 像这个 最典型的我跟他讲这个 阿里的秒杀 他说我们阿里的数据库现在是世界第一 为什么呢 我们能够实现 就两亿人一秒钟之内有个transaction 两亿每秒 一秒钟之内有两亿人去抢一个东西 不可以吗 我们在IBM原来就做得到 如果你要按照分层做transaction 就是你偷换的概念 你知道吗 千万不要认为 因为你那里做的是应用 你没有能够真正的 一秒钟的时候落袋 能够transaction 它有严格的科学定义的 实际上从engineering的角度来讲 互联网也是一样 在很多这个标准 它涉及到的标准是在这边定义的 所以这次5G的是什么 因为华为已经很接近了 我告诉大家 华为已经很接近了 所以这边才觉得 在这个领域可能要搞中国一下了 这个我认为是最后的一个 因为华为做事情是很务实的 华为就是copy IBM 所有东西就是IBM 但是也有它里面遵循的 这是你IBM的这个methodology 但是我是Chinese的philosophy 或者management的stuff 是这样子的模式来的 所以底层技术 我刚才带来说 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在北美 在加拿大这一点 就是我们很自豪 美国的所有的底层技术 我们加拿大人其实都掌握 也都知道 也有很多东西 很多概念是我们走在这 但是有一点的是 加拿大没有市场 这是我们的劣势 所以我们在做任何应用的时候 你可以拿着一个 一个在加拿大很好的一个底层的技术 拿去做一个应用场景 也要拿到中国去应用 像早期 IBM也好 微软也好 我们在研究院里面都知道 很多项目是拿不到中国去做的 因为知道 这个项目一到中国拿不回来了 变成中国人的了 永远拿不回来了 所以在中国他要去做 IBM的一样是 微软一样在那里做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 就像我们今天的GM一样 他可以选择牺牲在加拿大 但是他绝对不会牺牲中国 他GM在中国卖得多好 他可以支撑起整个GM起来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 有可能是 我对我现在的理解还是这样 因为在中国 它最流行的一种模式 就像刚才您说 他们叫三体 看过三体的人 我没看过那个书 它意思是说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 意思是说呢 我们在加拿大呢 我们在Canadian的 这个technology和philosophy 和management star 我们是可以到中国去 降维打击那里的市场 和技术和应用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之所以为什么 我有二十几个 二三十几个项目 我进去 我跟中文一起 大家拿短刀来 又搏了 我搏不过他们的 你们知道吧 当你一个人 或者一个群体 你可以使用机关枪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别人用匕首去拼 这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话 因为现在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 也很紧张 这情况也是个敏感的东西 大家有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安全 但中国就是 the hunger game 进去的任何人后 大家就cue一下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当你们在这掌握的意思是 你要把这些东西弄好 资源啊 什么东西弄好 以后再去做一个 你可以降维打击的模式 特别是我们不敢说是西方 其实跟人没有关系 跟国家没有关系 只是大家在利益面前 说实话 因为在任何时候 这个利益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 就结束了 不好意思 热烈的欢迎 因为讲得非常好 这个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说说我们这个俱乐部 我觉得成立是非常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 那下面呢 请大家把这个问卷做一个调查 你指导 这个是我写的书 我写的书 我写的书 刚才我送了一个大写的 只有一本 白话有一本 看来问题多 可以拿到奖品 挺太好了 我到时候我跟人家 一直送给你 因为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 因为我是从中国背过来的 OK你看你看 待会你这个书也不能拿走 在俱乐部要存放几天 大家借用 好 对 这个是我们一点小小要求 因为我是背包背过来的 背不来几本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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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书 是City的书 刚才你那个 那个我在上海 有一个叫核聚恋的项目 我是创始人 这是哪来做人工智能物联网的 我们在做这种blockchain 来做到通信物联网通信协议 这些人在做的 谢谢 非常感谢 然后大家那个问卷表 待会就放到那个前台 如果大家对那个下一步 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活动感兴趣的 可以留下来 我们探讨一下 如果是 今天因为已经超时了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 注重这个时间的管理 你看我们刚才讲 我们都在提醒时间 我们以后会越做越好 因为今天我们开始 就晚了一刻钟 好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谢谢 大家麻烦把那个文件表填一下 好不好 不用说明啊 就选一下 然后放到前台 你要先承订一下 没事 没事 我想 我想 想尽到一些实际 可以 去 好 没问题 你好 你把身体睡起来 住个门牌 你不要那么硬 请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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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坐的 就注意一下 你 小警局夹 今天给老师倒点水 好 酱油点 转车 把这个放 你怎么觉得 心里是 你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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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